我們剛剛看到邱國鎮 因為邱國鎮昨天在立法院 備詢的時候 他有特別提到說 對 他睡不著覺 然後說因為我們也更改了 那個第一集的定義 那所以今天我們看到兩家報紙 要打仗了 打仗了 好可怕 狼來了 狼來了 到底現在兩岸緊張的狀況是如何 就是狼來了 就是狼來了 我告訴你要小心喔 你們如果怎麼樣 大野狼會把你全村的人都吃光光 那沒關係 我們全村就把槍準備好 野狼這樣就打他 不要打喔 你打死一隻野狼 後面有千千萬萬隻野狼會過來喔 現在這兩個報紙不是都這樣講嗎 邱國鎮講的沒有錯 沒錯 為什麼 因為昨天省委員就問邱國鎮說 按照金門海巡的狀況 我們的海巡被限制住了 國軍會不會被限制住 如果同樣的狀況 國軍該怎麼辦 問的一般人聽不懂 我大白話跟你講 如果今天海巡 只是在金門的金下海域 被他越界 被他登上我們的遊客船 那麼如果中國解放軍的軍艦 他的軍機進入基隆港 進入台北港 他的飛機飛到總統府上空 我們該怎麼辦 其實他就是這樣問了 他沒有開槍喔 他都沒有開槍喔 他只是開船進來 他只是飛機飛過總統府閱兵 他都沒有開槍 我們以前是 你開槍 我才開槍 我絕不開第一槍 這是以前的想法 就認說沒有 當你進入我的領空 進入我的領海 你就視同侵略與開槍 就實體如果到了我們的領土領海 我一定打 就是開槍的時刻到了 就像我講 強盜不打我 我不打強盜 可是強盜已經到你家搶劫了呢 你還說他還沒有開槍 強盜沒有開槍 所以繼續搶 強盜沒有開槍喔 所以警察過來 警察說沒有啦 他只到你家而已 他沒有搶啊 他沒有搶啊 所以我警察不能抓 有這種事嗎 當然現場逮捕啊 一樣的道理 你這個強盜 已經進入我領空領海 我還不打啊 所以我第一級的改變 已經改變了 只要你有一個實體 什麼實體 包含了船 艦 彈 無人機 你只要進來 我一定打 因為你已經實際的逾越了 我們的規矩 我們的第一級 就是反擊 所以這個就表示 你已經超越了 你不是子彈超越 你飛機進來了 那比子彈還嚴重欸 所以我一定打 所以很多報紙都說 哇 糟糕啦 那這樣子一定會打上啊 到底有沒有 平臨動武這個狀況 習近平真的想打嗎 習近平真的能打嗎 解放軍這些軍頭 才剛剛坐上 可以貪污的位置 他捨得打嗎 可是他們的軍費 又增加了7% 三半之一 要給他們貪來 經濟不好 但是我還是要做 我的軍事準備 那這樣子到底什麼 會不會真的 這些軍頭才剛剛坐上 可以A錢的位置 如果一打 萬一打死了 說得也是 打死沒得A了 而且增加7% 更好A 7%至少 阿古衝一點 一句話 因為當中國的軍備增加 還有另外一個項目 一定會增加 中國的維穩費用 一定會增加 而且增加的幅度 一定會比軍備增加更多 那代表什麼意思 中國內部出問題了 小方講到重點了 7%裡面有60% 是坐在中南海保護的 對 你要增加軍備對不對 習近平身邊的護衛要先換裝 習近平身邊的戰車要先換裝 習近平身邊的防控飛彈要先換裝 所以7%裡面有60% 是來增加習近平被人家暗殺 打擊推翻的能力的 了解 對 所以說用在台海 用在印度 用在中印邊際 中越邊際的 說句實話 1%不到 然後這1%還要加上 每一個剛剛被習近平拔鑄上來 可貪之位的貪官 A錢準備金 A錢準備金 對不對 怎麼能打 對不對 可是呢 不能打 可是一定要喊打 喊打才會加錢 對不對 就像我們在夜市拍賣 對不對 這支原子底賣多少錢 這爛筆誰要 這支筆很厲害 你知道它會飛喔 大家要不要再喊 500 它會飛到多外太空 加1000 就是一樣的道理 越不能打 它越要喊打 喊打才會漲停板 漲停板才能A 那但是我們中央不一樣 我們都當成是真的 我們都當國軍 為什麼邱國正睡不著 他說我睡不著 因為我每天都在想 如果打起來 我要怎麼辦 如果打起來 我要怎麼樣反制 如果打起來 我的將你要怎麼派 這個才是在備戰 但是呢 國軍的備戰還要快一點 真的還要快一點 國軍備戰 我很清楚 我不會去掩蓋自己的缺點 但是國軍的備戰 到科技化 到數位化 到立體化 還差一段路要走 還要加把勁 加把勁 增加速度 感謝北辰將軍的 這個專業分析 你說邱國正會睡不著嗎 我覺得他講得有點誇張了 國防部長 而且他當過軍人 這個國防部長抗壓性 應該沒那麼差 他只是想說 想描述一個 他很擔心這個事情 那其實這個事情呢 不只台灣在擔心 我覺得台灣最大的優勢 就是我們並不是 資深面對中國 這是重點 我們跟烏克蘭不太一樣 俄羅斯兩年前 開始入侵烏克蘭的時候 烏克蘭幾乎是 資深面對俄羅斯 他是因為戰爭發生之後 西方國家才突然警覺說 趕快去 及時支援 可是有一點點 稍微晚了一點點 但是台灣的情況是 我們並不是資深面對 而且台灣整個在地緣政治 跟國際戰略的重要性 已經超越烏克蘭太多了 所以最近剛好因為 美國時間昨天 是台灣關係法45週年 紀念 然後我們的駐美代表處 余大雷 他在雙線上辦了一個慶祝酒會 其中有一個議題 變成一個討論的重點 除了好消息就是眾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要來參加賴慶的就職典禮外 馬卡羅要參加就職典禮 另外一個 很多人在討論議題是這一題 這個法案名稱叫做H7372 大家可能搞不清楚 H7372是什麼東西 對是什麼 美國國會很討厭 他的法案都不直接講名字 都用一些代號很討厭 H7372是什麼 他應該學起來 以後就沒有壯傳這種事 對 台灣就叫做動兩腰室 或者是情人節專案 對 情人節專案也可以 情人節報告 年初五也OK 然後三月十日 我們白色情人節專案報告 這樣也不錯 7372的這個 H7372法案是什麼 就是其實這個法案 其實現在是卡在眾議院 參議院其實已經通 它是什麼呢 它是總金額大概950億美元 對烏克蘭 台灣 還有以色列的軍事援助 好 請注意這不是軍購 這個叫軍事援助 免費的 對 就是美國的沿外法案 這個案子呢 其實參議院已經通過了 但是眾議院 送到眾議院很久 遲遲卡在那邊 沒有表決 所以昨天 在那個酒會裡面 連那個台裔的一位 共和黨的劉雲平 他就說 他希望這個眾議院的 這個議長現在是強生 趕快把這個案子交付表決 而且我認為這個案子交付表決 應該會通過 應該會過 因為美國現在是這樣 雖然他們兩黨的 這個競爭或鬥爭 其實比台灣更激烈 再像今年是大選年 但是台灣是他們的 最大的公約數 好 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 那以色列 烏克蘭 台灣 那以色列 烏克蘭 兩個國家都面臨戰爭 台灣沒有戰爭 為什麼美國要援助台灣 其實就回到我剛剛講的 美國是在幫助台灣 讓中國覺得要打台灣 要付出非常大的代價 沒錯 讓他沒有把握在短時間之內 把台灣拿下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們加強我們的軍備的能力 然後買一些我們需要的東西 這一點其實 我也希望這個 HR7372這個法案 可以快一點點 在美國國會通過 因為你如果一直不通過 其實在政治上的效應是說 老共他也會看 再加上過一陣子 可能拜登跟習近平要通電話了 所以老共他也會看說 你美國是不是因為今年大選 所以對台的軍事的 軍備上的援助 是不是有點猶豫 那我是不是有機可測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包含我們的國安單位 甚至我們在美國很多的 我們的遊說團體 包含FARPA GTI 應該要加強遊說的力道 讓眾議院趕快 來通過這個案子 沒錯 因為剛剛連晃講到說 在美國他們內部的競爭 共和黨民主黨 的確是激烈的程度 比台灣還要更為嚴重 我就看到今天早上 拜登去 國情資文報告的時候 他其實內容裡面有講到 他們對於很多法案 民主黨跟共和黨 完全不一樣 他還特別舉例 像那個那位誰誰誰 他那個墮胎法案 如何如何如何 好 你看他們內部是這樣 但是拜登也特別提到說 對於共同對抗 俄勢力國內團結 哇 不管哪一檔給他拍手 起立鼓掌 就那個畫面看到 其實都會感動 那所以他們對抗 俄勢力的範圍 當然包括把台灣拉進去 所以呢也希望這個法案 能夠盡快的這個通過 好 なんか